老嫂子 老陈是你啊 听说你到了张联弯 怎么也不到我们村来看看呢 这不来了吗 我还当你把我们给忘了呢 忘不了 老嫂子 你可一点也不嫌老啊 我这几年 你瞧瞧 头发都白了 你们是管大事的 操得心大呀 老嫂子 你可享福了 等抱上外孙子 那就更美了 男子 还没有对象呢 晚几年也好嘛 多干几年工作 老嫂子 你要信得过我 我给你挑个女婿 可不敢 新社会自由对象 早就不信包办了 老陈 听说张家温 连种地都讲自由了 上午就在我家吃饭 我还给你做烫面烙饼吃 好 那就打扰了 这还是我栽的那年栽的吧 对 就是这家葡萄 真快呀 可不是嘛 篮子呢 在这呢 陈部长 听说您到了牛角石 我们就赶来了 好啊 我去拿水去 陈部长 您坐呀 大叔 坐 好 妈 给我 吃什么 烫面烙饼 陈部长 我早就想跟您好好谈谈 我们牛角石过去的情况 您是了解的 我们跟海滩斗了十年 斗出那片林子 我们还要跟水跟土斗十年 彻底改变穷海滩的面貌 最后我们还要向大海伸手 过去的成绩 谁也没有否认 今后的理想吗 应该说也是好的 不过篮子 现实或理想 究竟是有距离的 我们这个地区 非常困难 没有十年八年的功夫 是恢复不了的 再不改变主张 那真像有人说的那样 要喝大锅清汤了 这是敌人对我们的污蔑 你怎么也这么说 篮子同志啊 你还很年轻 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 好吧 不谈这个 还是先谈谈 你们打算怎么贯彻吧 看样子 你们还没有想通啊 不管怎么说 多大粮食总是好事吧 陈部长 上山下坡 还要看方向呢 你是吃方向啊 还是吃粮食 方向不对 哪来的粮食 陈部长 这新精神 我们想不通 没法贯彻 没法贯彻 问题就在这里 老陈呐 先吃饭 有什么话 吃完饭再说 男子 男子 陈部长 这新精神 究竟新在啥地方 说句心里话吧 我也想不通 心在啥地方 我看 和55年砍射一个样 什么 你说什么 包产盗户 就是走55年砍射稿 当干的老路 半点也不信 陈部长 我们应该接受过去的教训 不能再犯错误 55年的结论 还不能下 现在是1962年 篮子 篮子 妈 您别管 陈部长 陈部长 合作话十几年了 我们过来的多不容易呀 就说这片林子吧 中了 风沙刮走了 刮了 我们再中 一棵树 大伙要栽多少遍 才能栽活呀 所以嘛 越是这样 我们就更应该爱护群众的积极性 贯彻